这场婚礼可真是特别 别的新郎都是从正门走进来的 可这个新郎 竟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 这一番操作 可真是把现场的宾客吓得不轻 众人急忙冲过去查看 新郎李康已经摔得浑身是血 当场就昏迷了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李康身边竟然全都是照片 新娘的哥哥张临远 拿起来一看 发现那竟是李康和一个女人的私密照 虽然看不清女人的面孔 但宾客们都能确定 这个女人绝不是新娘张可爱 可这些照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张临远突然想起 他从楼上跑下来时 和一个逆着人群的摄影师擦肩而过 现场的宾客都是一窝蜂来看李康 可这个摄影师却逆着人群出去了 他感觉不对劲 于是立刻冲出人群 没想到正好看见 那个可疑的摄影师推门离开 张临远赶紧追了上去 可跟着那人跑了半天 最后却只在卫生间 找到几件被丢下的衣服 以及一顶假发帽 看来那个摄影师已经一装跑了 无奈众人只能先将李康送到医院 而之后张临远便去了警局 他不仅是新娘的哥哥 还是刑警队的副队长 为了尽快找到那个可疑的摄影师 警方立刻将棍立现场的监控调了出来 发现李康是在显示屏后面找到的照片 但照片的位置很刁钻 一些是在下面放着 可还有更多的是放在显示屏的最高处 李康要是想拿到照片 只能一步一步的爬上去 想来凶手的目的 应该就是为了吸引李康上去 又或者李康就算是不上去 他的裸照也会掉下来 到时候这件丑事一样是人尽皆知 就在这时 医院突然传来消息 李康竟然休克了 虽然最后经过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之前李康的病情明明已经稳定了 为什么会突然休克呢 之后警方查看了医院的监控视频 发现一个护士进了李康的病房 而他刚离开 李康就休克了 这绝对不是巧合 之后警方对他调查后发现 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不认识他 这样看来 这个人一定就是造成李康休克的原因 张立远怀疑 他就是婚礼现场的那个摄影师 于是便让警员 将两人的视频截图放在一起对比 果然这两人的身形十分相似 看来这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张立远猜测 婚礼上应该是他第一次下手 但因为没有成功 所以他又假扮护士潜入了医院 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张立远突然想起 他家隔壁昨天搬来了一个女邻居 名叫顾灵云 因为这个女孩和自己的妹妹张可爱一见如故 所以两人昨晚在顾灵云家里喝酒喝到了半夜 后来他去接喝醉的张可爱 发现马桶旁边的脏衣楼里 竟然有一件护士服 可据了解这个顾灵云并不是护士啊 他怎么会有护士服呢 难不成他就是这个可疑的护士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他立刻命警员对顾灵云进行调查 但短时间也无法得出结果 而与此同时 警员小文已经对清醒的李康进行了询问 但李康只说有一个女人 在梦里和他说过话 可这个女人是谁 他并没有看清 而关于那些不堪入幕的照片 李康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看他不肯配合 小文便去查了李康的酒店入住记录 发现他在结婚之前 曾和一个名叫万盈盈的女人 在维也纳酒店开过一次房 根据这条线索 小文怀疑 李康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极有可能就是万盈盈 因此小文便对万盈盈进行了调查 发现她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而她的丈夫孙志勇 也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 孙志勇和万盈盈 竟然都是李康的大学同学 可在婚礼当天 万盈盈竟然没有跟孙志勇一起 去参加李康的婚礼 这样看来 如果李康的情人是万盈盈 那么她没有参加婚礼的行为 就说得过去了 虽然根据之前的线索 张灵远怀疑婚礼上 搞破坏的摄影师 是她的女邻居顾灵云 但警员周豪认为 万盈盈也有很大的嫌疑 于是便让张灵远 仔细看了万盈盈的照片 看看是否是婚礼现场的 那个摄影师 但只有一张照片 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于是张灵远提议 亲自见一见万盈盈 为了不打扫惊蛇 张灵远悄悄去了万盈盈公司门口 正好碰见她下班出来 张灵远仔细看了她的背影 确定摄影师和护士 都不是万盈盈 而次日 警员周豪便去找了万盈盈 了解情况 会议室里 周豪开门前山 将李康那张私密照 拿了出来 询问万盈盈 认不认识照片上的女人 没想到万盈盈看了一眼照片 竟然非常淡定地摇了摇头 称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她的回答 周豪灵机一动 决定炸一炸她 编程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要是她不愿意在这里说 那一会儿就要去警局里说了 听了这话 万盈盈瞬间有些慌张 她毕竟是一个大老板 被警方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走 的确有些丢面子 于是她犹豫了一会儿 便无奈地承认 自己确实是李康的情人 得到这个线索后 张灵远认为 如果凶手是万盈盈 那她既然愿意散播自己 和李康的私密照 可现在她却是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 再加上她的身形 却是与摄影师以及护士并不相似 因此警方便暂时排除了她的嫌疑 那这样看来 目前最有嫌疑的就是顾灵云了 就在张灵远 准备对顾灵云进行深入调查时 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 万盈盈竟然被狗咬伤 送进了医院 张灵远立刻去医院了解情况 可到了却发现 万盈盈竟然不在病房 她叫住了路过的一个男医生穆森 可询问后却得知 他们医院也在找万盈盈 张灵远很奇怪 万盈盈的洗漱包和鞋子都还在病房 人怎么会不见了呢 一旁的穆森想起 万盈盈最后见的一个人 是一个叫顾灵云的女孩 当时她去查房 正好看见万盈盈和顾灵云在说话 但两人之间的氛围却有点古怪 虽然都是在笑 可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开心 于是之后在万盈盈被护士 推出去做检查后 她一边将万盈盈的情况 告知给顾灵云 曾经两人刚才在干什么 为什么气氛那么古怪 可听到她的问题 顾灵云只是笑了笑 称他们两人是好闺蜜 相处方式与一般人不同 别人看着奇怪也正常 她当时听了顾灵云的话有些尴尬 还以为自己是多管闲事了 正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 刚才推着万盈盈出去的护士 却突然跑了过来 问万盈盈有没有回来 她称万盈盈刚刚说要回来拿东西 可她等了半天 也不见万盈盈过去 就回来问一问 听了护士的话 她当即就出去找人了 但直到张灵云来到医院 他们也没找到万盈盈 张灵云得知这件事后 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顾灵云每次出现 都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呢 她决定去找顾灵云问一问 正脚从穆森这里得知 顾灵云刚离开不久 于是她立刻追了出去 恰好看到顾灵云开车离开 她也急忙开车追了上去 夜晚不怕被人发现 所以她一直紧紧跟着顾灵云 没多久 顾灵云便在荒郊野外的 一处破房子门口停下了车 之后她脚步轻快地 走到院子里的一个笼子面前 张灵云仔细一看 笼子里竟然是一只大黑狗 难不成就是这只大黑狗 咬伤了万盈盈 张灵云着急知道事情的真相 便直接了当地问了顾灵云 没想到顾灵云听了这话 竟然笑了 她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打开了狗笼 张灵云被吓了一跳 可没想到大黑狗出来之后 只是四处闻了闻 看起来非常温顺 见此顾灵云便蹲下来 摸了摸狗头 她称这条狗名叫点点 原本是一条流浪狗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她看着可怜便收养了 但后来却发现 点点竟然对汽油过敏 于是她只能把狗 养在远离城市的郊外 而她每次开车过来 也会把车停得远远的 听了这话 张灵云也许尴尬 看来自己是冤枉顾灵云了 现作到这里便断了 而万盈盈至今也没有踪影 于是自日张灵云便去了警局 从周豪这里得知 万盈盈失踪 已经超过了24小时 但奇怪的是 她的丈夫孙志勇 却没有报警 在李康出轨的事件中 除了张可爱 另一个受害者 应该就是孙志勇了 可她的态度 却一直都是事不关己的 这样看来 孙志勇也很有嫌疑 而且张灵云仔细看了 李康和万盈盈的那张照片 发现背景和床单 根本不像是在酒店 她怀疑拍照地点 很有可能就是万盈盈的家里 这样一来 最有嫌疑的就是孙志勇了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周豪几人立刻去了孙志勇家里 面对警方的到来 孙志勇没有任何慌乱 当周豪询问她 万盈盈多久没回来时 孙志勇也一脸懵 她称自己大概有一两天 没见过万盈盈了 周豪有些奇怪 自己的妻子两天没回来 她一点都不担心嘛 孙志勇赶忙解释称 她和万盈盈的工作都很忙 平常三五天不着家 都是正常的 所以她也没觉得 万盈盈两天不回来 有什么奇怪的 她的解释也算合理 之后为了确定 那张照片的拍摄地点 张立远便和周豪 去了孙志勇的卧室查看 经过一番仔细对比 张立远确定 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 之后她又在门口的茶座里 找到了偷拍的设备 为了吸引幕后凶手 她只将信号线剪断了 之后便带着周豪离开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女警小文肯定 这个凶手一定就是孙志勇 但她的猜测 却被周豪否定了 如果偷拍设备 是孙志勇安装的 那她拍完照片后 为什么不把设备收起来呢 小文听后觉得有道理 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张立远认为 不管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只要偷拍设备还在 那她就一定会回来取走 所以只要他们手足带兔 肯定会抓到这个凶手 没想到当晚 张立远便发现了不对劲 隔壁的女邻居顾灵云 半夜竟然戴着帽子 偷偷摸摸出门了 张立远立刻跟了上去 发现顾灵云 果真是去了孙志勇家里 张立远赶紧跟了进去 发现孙志勇和顾灵云 正打得不可开交 她赶紧上前制止 没过一会儿 周豪也带着小文赶了过来 打开灯一看 发现顾灵云早已经跑了 张立远猜测 她现在肯定已经回家了 于是立刻去了她家 敲门后 顾灵云倒是打开了门 可她却表现得毫无异样 但看她汗湿的脸 张立远猜测 她一定是受伤了 于是转头便去拿了药箱 拉着顾灵云进入了房间 撩开衣服一看 她的腰上 裹着有一条血淋淋的伤痕 她不敢相信 受了这么重的伤 顾灵云竟然还能 从孙志勇家跑出来 可真是能忍啊 简单处理后 张立远开门见山 询问她去孙志勇家里干什么 顾灵云没有直接告诉她 反而称要带她去个地方 张立远想看看她要干什么 便什么都没说跟了上去 没想到顾灵云竟然直接开车 去了孙志勇家里 此时孙志勇还在接受警方询问 顾灵云进门后 竟直接给了孙志勇一拳 孙志勇当即便要还手 幸好小文和张立远 将两人拦了下来 孙志勇简直气疯了 但没等得开骂 顾灵云便怒气冲冲的大喊 是孙志勇先动手的 他现在只不过是还给他罢了 这话让孙志勇更生气了 这大半夜的 明明是顾灵云偷偷摸摸 跑到他家里来的 他打小偷有什么错 没想到顾灵云却称 孙志勇愤怒地称 万盈盈是他妻子 失踪了不跟自己联系 怎么会跟他联系 没想到顾灵云 直接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小文接过去一看 上面是万盈盈发给顾灵云的短信 称他怀疑孙志勇背叛了自己 还说自己如果有什么不测 就让顾灵云去家里 把摄像机的存储卡交给警方 孙志勇看了手机号码 确实是万盈盈没错 可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而小文直接照着号码打了过去 却发现万盈盈已经关机了 看来万盈盈确实是出事了 但顾灵云说的是真是假 张灵云还不能确定 他总觉得这个偷拍设备 根本不是万盈盈放的 如果是他 他怎么会把自己的裸照 公之于众呢 但如果这个人是顾灵云的话 他现在又有非常充分的证据 案件到了这一步 张灵云也不能准确判断了 但不管怎么说 孙志勇以及顾灵云 都与这起案件有关 于是他还是命周豪 盯紧这两个人 次日周豪等人 在盯孙志勇时 发现他慌里慌张的 去了附近超市的储物柜 打开一扇柜门后 不知道看见了什么东西 竟然怒气冲冲的跑了 小文等人觉得奇怪 立刻带着警员跟了上去 发现孙志勇开着车去了洗车店 而没过一会儿 他又开着车去了附近的桥上 但到了这里后 便停着车不动了 小文几人等了半小时 发现那辆车一点动静也没有 担心出事 几人赶紧冲过去 拉开了车门 发现下车的 竟是一个陌生的小伙子 那孙志勇去哪里了呢 小伙子解释称 他是一个洗车工 刚才在洗车店里 这辆车的车主给了他一千块 让他把车开到这里等着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做 他一听瞬间乐了 这相当于白拿钱啊 不要才是傻子 于是他便按照那个人说的 把车开到了这里 听了这话 警员们才明白 原来他们是被孙志勇给耍了 之后经过两天的调查 发现孙志勇 曾坐着一辆出租车到了海边 之后便没了他的消息 而经过调查 海的对面 就是一个人际罕至的岛屿 看来孙志勇 应该是去了那里 警员们立刻上岛找人 果然没多久 警方便找到了 快扼运的孙志勇 就在警方将他送往医院时 却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 孙志勇涉嫌股票内幕交易 并且相关的证据 也被公之于众了 现在他的公司面临股东撤资 而他本人也要被判刑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而就在这时 警方也查到了 顾灵云真实的身份 发现他原名叫周梦诗 是八年前 一个自杀的大学生 周全的亲妹妹 而万盈盈 李康 以及孙志勇这些人 都是周全的朋友 得到这些线索后 张灵源有了一个想法 周梦诗 很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哥哥 周全报仇 因为八年前 周全被指控杀人 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最后跳崖自杀 而指控他的这些人 就是万盈盈等人 所以这样看来 孙志勇等人 目前遭受到的一切 很有可能就是周梦诗的手笔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 警方很快便将周梦诗 传讯到了警局 面对周豪的询问 以及确凿的证据 周梦诗并没有犹豫多久 便说出了一切 他成孙志勇 以及李康等人的遭遇 都是他做的 而他这次回来 确实是为了给哥哥周全报仇 在他心中 周全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哥哥 也是全家的骄傲 两人相差四岁 在他十四岁那年 周全考上临市的大学 离开了家乡 也离开了他和母亲 本以为之后 他们会等到周全学成归来 可没想到还没过两个月 竟得到了周全的死讯 他母亲当场便心脏病发 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 就在救护车上去世了 而他因为还没成年 之后也被国外的姑姑 带走抚养了 但他始终不明白 哥哥为什么会自杀 于是长大后 他经过多方调查 终于知道当年 哥哥自杀的原因 他相信哥哥没有杀人 所以一定是那几个人 冤枉了他 因此他决定替哥哥报仇 而现在这几个人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惩罚 所以他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真相大白 周孟师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而他最终 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他这样做 实在是不值的 不论周全是不是凶手 都不是他实施 法外制裁的理由 有冤居 应该及时寻求法律的帮助 而不是这样盲目地 搭上自己的一生 女孩独自去坐出租车 可千万不要随意 和别人递过来的水 这个坐在车后座的女人 要去机场赶飞机 她正兴致勃勃地 看着窗外的蓝天 可下一秒 她就像是呼吸不上来了一样 浑身抽搐着 瘫倒在了椅背上 没多久 警方便接到了一个路人的报案 在机场附近的一处荒地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张林远立刻带着警员赶到现场 经过检查发现 死者竟是另一起凶杀案的证人赵月 她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带着这个疑惑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发现死者赵月 摊坐在一辆黑车的后座上 嘴唇已经成了黑紫色 身边还有一瓶没喝完的矿泉水 根据这些线索 警方初步推断 赵月应该是药物中毒 引发了窒息死亡 但具体是什么毒药 警方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此外根据了解 第一个发现赵月尸体的是一个路人 他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 发现路边停着一辆 长着门的车 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停下车过来看了一眼 没想到后排竟躺着一具女士 吓得他立刻报了警 而与此同时 这辆车的司机也清醒了 之前他被绑在车的后备箱里 要不是凶犯没下狠手 说不定现在他也一命呜呼了 警员们立即对他进行询问 他称自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原本是准备出来拉活的 可没想到这么倒霉 竟然遇上了绑匪 当时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 他根本没看清绑匪的样子 只知道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还戴着副眼镜 不过虽然他没看到绑匪的模样 却还记得 他是在毕人美容院的门口被劫持的 听了这话 张力远瞬间惊了 这家美容院 不就是他的邻居周梦诗的吗 警人立即去美容院找周梦诗 当他得知赵月死亡的消息后 非常震惊 踏中之前赵月确实来找过他 当时赵月说自己要出国 请着将女儿欣欣 交给自己的母亲照顾 因为赵月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 所以不方便亲自去送信心 于是他便同意了 之后赵月送了出租车去机场 而他也将信心送到了赵月母亲那里 随后他就回了美容院 可没想到却得知了赵月遇害的消息 真是太突然了 张力远也想不明白 赵月这样一个单亲妈妈 平常也不和人结仇 怎么会莫名其妙被杀了呢 正在此时 张力远回想起了这段时间 接连发生的几起凶杀案 这几个受害者 加上现在的死者赵月 都是海港大学曾经的学生 难不成这几起凶杀案之间 有什么联系吗 为了尽快破案 张力远重新梳理了之前的几起案件 第一起凶杀案的死者 名叫李康 是他的妹妹张可爱的未婚夫 两人本来计划才纪念完婚 可没想到 在结婚前的一个晚上 李康竟然被捅死在了自己的车上 警方当时接到报案 很快赶到了现场 但现场没有找到 任何与凶手有关的痕迹 于是警员便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经过事件发现 李康是因为被匕首插入腹枪 失血过多而亡的 匕首上没有指纹 此外警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 也没有发现其他人的指纹 本以为这是一级补动的凶杀案 不料没过多久 李康的好兄弟前军 也莫名其妙遭人袭击了 因为抢救的及时 前军并没有生命危险 之后警方在进行现场勘察时 竟然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警员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经过检验确定 这竟是八年前 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周全的指纹 众人都很震惊 而张立远尤其不敢相信 他回想起了那起案子 八年前 一个平常的夜晚 海港大学的保安张志强 摔死在了教学楼前面的空地上 警方接过调查 锁定了嫌疑人周全 他是这所大学大约的学生 而他会成为嫌疑人 并不是警方找到了什么关键证据 而是因为有几个学生指认了他 他们称当晚曾在天台上 看到周全和张志强在打架 之后又一把将张志强给推了下去 因为这个指控 张立远很快便在医院找到了周全 可面对他的怀疑 周全却失口否认 他从那天晚上 自己确实路过了那里 但却没有上过天台 他只是在楼下 看到了晕倒的张可爱 准备将他送到医院 可谁知道 半路却遇见了李康等人 当时李康在追求张可爱 所以他看到喜欢的女孩晕倒了 自然是一把接了过去 说要送张可爱去医院 既然有人接手 周全也就没在管了 可没想到次日 却得知学校的保安张志强死了 而他自己竟成了 大家口中的嫌疑人 听了他的话 张立远还是觉得 有必要对他进行调查 于是便想将他带回警局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 昏迷中的张可爱 却突然大喊了一声 作为哥哥的张立远 立刻冲了进去 发现张可爱 只是在梦中喊了一声 并没有清醒 看他没有异常 张立远便准备将周全带回警局 可出门却发现 周全竟然不见了 而从那以后 警方也再没有周全的消息了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立远得知 有人在海边的小屋里 看见过周全 于是张立远立刻赶了过去 可金屋却发现 里面并没有一个人 于是他便准备离开 可刚出门 就看到周全在不远处站着 看到他后 撒腿就跑 张立远立即追了上去 经过一番围追堵截 周全最终被逼到了海边的悬崖上 张立远被吓了一跳 劝说他 自己只是想带他回去问问话 现在还没有确定 他就是凶手 可周全一句话都不肯说 随后趁张立远不注意 竟然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之后警方在海边搜查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周全的尸体 至此线索便断了 而这起案子也成了急案 本以为这起案子 再也没有重启调查的一天 可没想到 前军遇袭案的现场 竟然发现了周全的指纹 此外警方还在现场 发现了一组脚印 经检查确定是43码的 这和周全的血码完全一样 因此周全 变成了前军遇袭案最大的嫌疑人 可周全明明已经自杀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警方始终想不明白 而在当晚 张力远突然接到消息 李康的另一个好兄弟孙志勇 竟然在家中被人捅了一刀 还差点被勒死 警方现场勘查后 竟然再次发现了周全的指纹 而且孙志勇清醒后 还指认了周全 称昨晚行凶袭击自己的人就是他 这样看来 八年前周全很可能并没有死亡 可他为什么要对李康这几个人下手呢 正在此时 警方经过调查终于得知 八年前指认周全杀人的 就是李康前军孙志勇等人 这样看来 周全这次出现 应该就是为了报仇 就在警方发愁 怎么找到周全时 张可爱突然找到张力远和周猛师 证要告诉他们 当年那起凶杀案的真相 他称昨天他去参加了 未婚夫李康的葬礼 在葬礼上 他遇到了大学同学万盈盈 从他的口中 张可爱得知了八年前的真相 那天晚上 一直暗恋他的李康 在教学楼的天台上 策划了一场仪式 准备向着表白 参与其中的 就是之前出世的前军 孙志勇等人 万盈盈那天晚上也去了 几人正在天台上点蜡烛 没想到保安张志强 突然拿着手电筒上来了 他们无处可逃 当场就被逮到了 因为这里是新校区 不允许随便点火 张志强当即就骂了他们一顿 几人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意识没忍住 别和张志强发生了冲突 可没想到 张志强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刚开始几人还以为 张志强是装的 但万盈盈壮着胆子 试了是他的鼻息 发现他竟然已经没了呼吸 几人瞬间被吓坏了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立即收拾了东西 跑下了楼 可跑到半路 万盈盈突然想起来 自己之前邀请了张可爱过来 要是他现在过来 发现张志强死了怎么办 于是几人只能又折回去 可一扭头却发现 周全正抱着昏迷不醒的张可爱 往这边跑 李康等人立刻冲过去 将张可爱接了过来 为了在张可爱面前表现一下 李康没让周全跟着 几人准备将张可爱送到医院 可走到半路 孙志勇突然想起来 他之前为了兄弟李康的 这场表白仪式 专门去找了朋友 赵岳接摄像机 准备将一切记录下来 刚才他们慌忙逃走时 他却忘记将摄像机拿走了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 他只能又跑回哪 可跑上天台后 他虽然找到了摄像机 但却发现张志强的尸体不见了 他觉得不对劲 便朝天台的护栏外面看了一眼 发现张志强竟然浑身是血的 躺在楼下的空地上 这恐怖的一幕 没多久张可爱就醒了 可他醒来后 却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晕倒了 既然如此 李康索性谎成是自己救了他 并且还和大家统一了口径 将杀人的罪名 推到了周全身上 得到这一线索后 张灵远和周猛师才明白 原来周全真的是被冤枉的 但他们想不明白 张志强是怎么摔下楼的呢 此时张灵远想起 在李康等人匆忙逃走后 孙志勇借着那部摄像机还留在现场 说不定摄像机能拍到 当时发生了什么 之后周猛师便给万盈盈打了电话 从他那里得知 那部摄像机第二天就被赵岳拿走了 拿走的时候 孙志勇还没来得及看里面的视频 这样看来 赵岳很可能知道 在李康他们离开后 天台上又发生了什么 于是张灵远和周猛师便去找了赵岳 可赵岳刚开始并不愿意说实话 还称自己当初把摄像机拿回来后 就直接将里面的视频删了 根本就没有看过 但周猛师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为了让赵岳说出实话 周猛师将目前的情形告知了他 现在与八年前 那些谋杀案有关的人 已经遇害了好几个 而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 但却拿到了那个摄像机 因此凶手很可能也会来报复他 听了这话 赵岳瞬间害怕了 他称之前自己之所以不愿意说实话 就是不想牵扯进这起谋杀案 可现在不说是不行了 无奈他便只能将那个视频拿了出来 张灵远两人查看视频后发现 在李康等人离开后 探到在地的张志强竟然醒了 还颤颤巍巍地想爬起来 而就在这时 画面右侧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人影 正当众人想看清人是谁时 视频却戛然而止 据赵岳称 当时摄像机录到这里就没电了 所以那个白色人影是谁 他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 张志强坠楼肯定和这个人有关 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赵岳却突然被毒死在了荒郊野外的轿车里 通过事件警方得知 赵岳是死于肉毒 而这种毒素是美容院中常用的材料 巧的是 赵岳死前还去过周梦师的美容院 看来他很可能是在美容店遇害的 于是张灵远立刻查了美容店的监控 发现医院顾问穆森 在赵岳来之前 曾去过美容院的药房 还从里面拿走了一样东西 周梦师仔细一看 发现那竟然是肉毒素 难不成杀害赵岳的凶手是穆森 可按理说 他根本不会认识赵岳啊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张灵远随后便去了穆森的家里 发现他并不在家 于是张灵远便进行了搜查 没想到竟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穆森的衣柜里有许多格子衬衫 还有很多副黑矿眼镜 这都是周全曾经最爱穿的衣服 除此之外 张灵远还在衣柜里 发现了一张 写着周全名字的指纹贴片 难不成最近出现的周全 都是穆森假扮的吗 可他为什么要假扮周全杀人呢 正在此时 有警员在客厅发现了一张合照 那竟是小时候的穆森 与之前死亡的保安张志强的合照 可根据调查 张志强已经没有在世的亲人了 他和穆森又是什么关系呢 难道穆森做这一切 都是在为张志强报仇吗 正在挤人疑惑时 张灵远突然接到警局的电话 称穆森绑架了张可爱 还将他带到了当年 张志强坠楼的天台上 害怕丧心病狂的穆森 会伤害张可爱 张灵远和警方立刻赶了过去 而此时的天台上 被推倒在地的张可爱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他一脸懵 穆森便将自己和张志强的关系 说了出来 他承自己从小父母双亡 一直都是邻居张志强在照顾他 不仅如此 还辛辛苦苦将他攻到了大学毕业 可没想到 他毕业后回来 准备好好报答张志强 却得知张志强遇害的消息 他当时非常震惊 便去了张志强工作的学校 正好碰到李康等人 在散布周全杀害学校保安的传单 他以为凶手就是周全 所以便决定杀掉他 为张志强报仇 可在这个时候 他却发现周全失踪了 可这决心要为张志强报仇 又怎么会轻易放弃 终于经过多方寻找 他在海边的一艘渔船上 发现了周全的踪迹 两人当即发生了争执 盛怒的他没控制住 直接将周全溺死在了水缸里 他本以为大仇得报 可之后他却在小屋里 发现了周全的日记 上面写着 李康几人才是谋杀案的真凶 他们在学校散布谣言 就是为了将罪名安到他身上 得到这个消息后 穆森才明白 原来自己竟然杀错了人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害怕被人发现 自己杀人犯了罪 于是他赶紧换上周全的衣服 跑了出去 将找到这里的张灵远 引到了一处悬崖上 为了伪造周全自杀的假象 他根本不敢回头 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幸好悬崖不高 他趁张灵远不注意 急忙跑了 而警方没有找到周全的尸体 还以为他自杀后 被海水冲走了 因为唯一的嫌疑人自杀了 所以警方之后 便停止了对案件的调查 而从那以后 他便开始计划 将李康这几个人一网打尽 现在那几个人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只剩下张可爱一个人 穆森愤恨地对张可爱称 要不是他 李康怎么会去天台上点蜡烛 进而和张志强发生争执 将他推下楼 所以这一切都怪他 听了这话 张可爱害怕又惊讶 他称张志强其实并不是被人杀害的 那天晚上 他因万盈盈的邀约 去了教学楼的天台 刚上去就发现一个保安大爷 挣扎着想起身 他本来想拉大爷一把 可没想到 那个大爷不知道把他当成了谁 边骂边朝他冲了过来 他慌忙躲了一下 而大爷则因为惯性 直接从他身后的围栏冲出去 当场摔死了 他当时太害怕了 刚跑到楼下便晕倒了 之后醒来也忘记了一切 面对他的解释 穆森始终不愿意相信 他认为张可爱一定是在说谎 目的就是为了推卸责任 愤怒之下 他直接将张可爱推下了楼 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张林远 以及周梦石看见 张立远吓懵了 慌忙让身后的周梦石打120 而周梦石打完电话后一抬头 便看见了穆森的身影 他急忙去追 可一个女人 怎么能追得上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因此最后穆森还是侥幸逃脱了 无奈周梦石只能跟着张立远去医院 经过及时的抢救 张可爱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周梦石得到这个消息 也松了口气 之后他正准备开车回家休息 可没想到刚坐上车 就被身后的一把刀抵在了脖子上 周梦石小心翼翼地从后视镜里看过去 发现挟持他的人正是穆森 为了保护自己 周梦石听话地将车开到了海边的一处渔船附近 穆森告诉他 只要周梦石愿意帮他去医院杀害张可爱 他就会把周全死亡的原因 以及被埋葬的地方告诉他 周梦石当然不会为了这个去杀人 但为了不惹怒穆森 他只能假装自己愿意帮他 穆森大喜过望 于是便将一瓶毒药递给了周梦石 让他用这瓶毒药将张可爱毒死 可就在这时张立丸突然出现 他猜到穆森会把周梦石 带到当年周全死亡的地方 于是便赶了过来 没想到还真猜对了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当场就打了起来 而很快警方也赶到了现场 警员们一拥而上 直接将穆森摁在了桌子上 至此案件也成功侦破 穆森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报仇 可现在是法治社会 如果有冤居 应该及时寻求法律的帮助 而不是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 最后害人又害己 如果张志强赛天有灵 一定不希望他辛辛苦苦 供出来的大学生 为了他走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可惜啊 母女俩深夜过马路 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不但不停车 还直接将四岁的女孩 撞飞十几米远 最终衰落在四米高的 公交站台上 女孩头骨瞬间骨折鲜血四减 本以为肇事司机会下车查看情况 没想到她见此情形 竟直接加速逃跑了 追不上肇事车辆的母亲 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感到现场的警察们看到如此情形 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消防员立马搬来梯子上去营救 经过查看女孩脉搏微弱 气管完全肿胀 堵塞无法呼吸 急救医生美心简单处理过后 立即将女孩送去医院抢救 刑警允正从女孩的母亲秋香口中得知 受伤的女孩名叫小姨 刚刚她下班准备带女儿回家时 小姨的娃娃不小心掉到了马路中央 她跑去捡的时候 被急驰而来的汽车撞飞 之后赵氏车辆当场逃逸 由于速度太快秋香并没有看到车牌号 只记得是个白色的小轿车 弄清楚事情的起因后 办案四十多年的老行警器的大爆粗口 亲切地问候了一遍赵氏司机的祖宗十八代 随后安排警员为救护车开刀 然而去医院的路上还是状况百出 先是小姨的脉搏太古微弱 机器根本测不出来 之后救护车前面突然窜出一辆轿车 吓得司机连忙躲避 小姨也因为颠簸开始口吐鲜血 离医院还有十五分钟的路程 小姨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抢救 否则就会脏气衰竭造成生命危险 但在颠簸的救护车上 实施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可美心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再不抢救四岁的小姨就要失去生命 她找准小姨气管的位置后 小心翼翼地将穿刺针插入 放置好连接器开始输送氧气 随着氧气的输入 小姨的状况有所好转 可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医生却斥责美心盲目失数 幸好主任医师及时赶到 她查看完小姨的身体情况后 认可了美心的做法 而案发现场这边 由于地处偏僻 公路上连摄像头都没有安装 警员们搜寻了一整晚 都没有在附近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只能通过地上的轮胎痕迹来识别车型 而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白队确认 车子的前保险杠经过大力撞击后 上面的塑料一定会有破裂脱落 果然经过地毯式搜寻后 警方找到了一片前照灯的碎片 将碎片带回警局后 技术科结合地上的轮胎痕迹 对比了全部的车型 终于找到了肇事车辆的车型 是一辆2014年的白色桑纳塔 于是白队下令通缉该车型 所有保险杠损坏以及前照灯破损的车辆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警方在监控中锁定了嫌疑车辆 按照车辆的行事轨迹 他们确定了嫌疑人的最终位置 允正和白队收到消息立即赶往 这个停车场一共有七层 且相同的白色车辆太多了 一个个排查数时是费了些时间 但就在他们找到地下七层时 一辆冒着浓烟的白色车子 引起了允正的注意 他下车查看后发现 这辆车就是他们要找的肇事车辆 可是为什么会冒起白烟呢 允正刚想打开车门一探究竟 就被赶来的消防队员大声制止 原来是车子里飘出的浓烟 触发了车库上方的消防警报 消防员们接到报警后立刻赶了过来 他们上前查看过后 竟发现里面还躺着一个男人 两人合力将他抬出来后发现 是他自己点燃的煤块冒出的浓烟 美心对男人简单检查后确认 男人并无大碍只是有些缺氧而已 但就在美心准备给男人吸氧时 白队吐槽给这种肇事逃逸的人渣氧气 简直就是在浪费 但救死扶伤是美心的职责 他不能也不想见死不救 并且只有救活他 才能让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好在男人吸入的二氧化碳并不多 所以很快便醒了过来 并对于自己撞伤女孩的是深感抱歉 而他之所以烧煤块就是想以死谢罪 陨正看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后 便给他戴上了银手镯 亲自送到医院救治 主任医师看到男人手腕上的手镯后 好奇地询问警员是什么情况 白队气愤地表示 这就是撞到小一的凶手 但没想到小一的妈妈就在旁边 听到白队的话后 秋香歇斯底里地抓住凶手怒吼 幸好有警员在这里拉开了他 否则这男人今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将男人送进检查室后 主任医师找到陨正几人 办公室里医生告诉他们 小一的伤痕可能不只是撞伤这么简单 在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 小一全身上下一共有16处骨折 但并不是这次车祸造成的 骨折的恢复程度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小一很早以前就骨折了 要知道小孩的骨头又成为被虐待的目击者 并且医生还在小一的左腿上 发现了一处疑似被工具折磨过后的伤痕 警方当抓到肇事司机 这起案件就变成了虐待儿童案 最有嫌疑的就是小一唯一的亲缘秋香 但秋香此前在警察心中 一直都是慈母的形象 实在是不相信他们干出这种事 于是允正两人来到小一的幼儿园调查 据老师所述 小一两岁半就来他们幼儿园了 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上学期间小一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和妈妈的关系也很亲密 从监控中看得出小一真的很喜欢妈妈 可在查看小一的画作时 允正发现没有爸爸的小一 竟然画了三口之家 老师解释画中的男人是小一的叔叔 这瞬间引起了允正的注意 他将秋香叫来警局询问 而这也勾起了秋香一段伤心的回忆 据秋香所述 男子本来是他打工餐厅里的常客 两人熟识后就开始交往了 后来男人住进了秋香家 期间也帮他照顾过小一 但就在秋香以为生活会就此稳定以后 男子卷走了他所有的钱后跑路了 秋香想过报警 但就连男子告诉他的名字都是假的 警方根本无从查起 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听完秋香的供述后 允正怀疑这个骗子就是虐待小一的凶手 并且秋香似乎对小一身上的伤全然不知 他也不忍心将这残忍的事情 告诉这位可怜的单亲妈妈 只是承诺会帮他抓住那个可恶的骗子 经过调查骗子已经消失了七个月 他之前用的手机 也是外国人名下的预付费手机 每隔三个月手机的信息都会被清除 警方根本无法追踪到骗子的信息 想要找到此人真的是无比的困难 就算是抓到 警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个骗子虐待而同 这时允正突然想到 一般卖这种手机的地方应该不多 他们可以逆向思维 从手机卖家方面入手调查 再从卖家那里调查骗子的身份 但这种卖家实在是狡猾 为了不被发现他们都选择线下交易 白队为避免打草惊蛇只能冒充买家 听从卖家指挥来到棒球场进行交易 可没想到来的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 看来这大爷只是个业务员 于是等老大爷拿到钱回去之后 允正两人跟着他来到一家修车厂 看着大爷从里面拿着一摞钱出来后 两人知道没来错地方 立即冲进去将老板制服 果然在车间里有着大量的预付费手机 将所有的交易记录翻出来以后 他们找到了骗子之前用的手机号 发现他在这里竟买了两部手机 最近的一次交易记录是在三周前 允正两人确定所有的手机 都是在棒球场交易的以后 两人调取了当天棒球场的监控录像 令人震惊的是 所谓的骗子竟然是撞飞小姨的司机 与此同时技术科这边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采用专业技术 将小姨腿上的痕迹提取展开后 竟发现了轮胎的纹路 也就是说小姨腿上的伤痕 是被车子从侧面压过去的 但是允正想起秋香曾说过的 小姨是被车子从正面撞飞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楚状况 允正两人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模拟 都想不明白事情的经过 突然一个外卖小哥从他们身旁经过 允正立刻想起 案发当天有个外卖小哥在现场围观 说不定他头上戴的摄像头 刚好拍下了案发经过 于是两人赶忙来到外卖公司 外卖小哥称案发当天 的确有同事从那里经过 但却比允正所说的案发时间要走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们调出了监控视频 竟意外发现赵氏车辆 以及小姨和她的妈妈 早就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画面中小姨没有被撞飞 而是静静地躺在地上被车压过脚踝 之后男人还下车和秋香交谈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气愤的允正响起 之前急救医生美星有和她说过 现场并没有发现秋香所说的玩偶 再联想到他们查到的秋香和男人的关系 允正确定小姨的车祸 不只是意外这么简单 可现在警方并没有任何证据 来证明秋香和男人的故意伤害罪 为了让他们供出犯罪事实 允正决定和白队三人共同演绎出戏 但审讯还没开始允正就接到了美星的电话 小姨的呼吸刚刚停止了 这下案件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 允正进到男人的审问室 就告诉他小姨的死讯 现在案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肇事逃逸 而是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并且他要支付1.5亿的赔偿金 还要蹲15年监狱 男人听后慌张地表示 自己已经认识到错误 并且还内疚地想要以自杀来赔罪 但这些作秀根本无法打动允正 隔壁的秋香此时也在接受问询 白队故意告诉他 有个很凶狠的警员在隔壁房间审问男人 小号也突然进来谎称 刚刚男人说了些奇怪的话 好像都是在针对秋香 说完又装作很忙的样子离开 之后白队来到允正这边告诉男人 秋香交代一切都是男人计划的 果然经过两位警员精湛的演技 男人的心理防线崩溃 他交代这一切都是秋香指使他做的 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回答被警方录音并放给了秋香 同时小号还假装走错房间 让男人和秋香碰面 和允正欲想的一样 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互相指责 并把他们干过的丧尽天良的事 全部抖了出来 到这里这场戏已经达到了目的 男人也终于意识到他们是被骗了 他叫嚣警方没有证据 不能证明他们犯了罪 允正听后甩出了小姨骨折的照片 他们在开始审问之前 就去保险公司调查到 秋香一共为小姨购买了七份高额的意外保险 并且保险经纪人一眼就看出 小姨的骨折部位都是粉碎性的永久残疾 保险赔率特别高 并且调取小姨的赔偿记录发现 他们已经从中获利八千多万 听到这秋香还在狡辩是小姨比较爱动 骨骼还没发育好所以比较脆弱 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 零点保险金也并没有犯罪 此话一出允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会有如此心狠的母亲 见她不见棺材不落泪 警员直接拿出外卖小哥那里的视频 画面中车子在第一次撞向小姨时 秋香就在一旁 车子压过去她发现小姨的腿根本没事 只是在腿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男人和秋香见状争吵起来 可怜的小姨以为都是自己的错 于是当车子再次开过来时 小姨竟直接跑到车前主动撞了上去 看到小姨伤得如此严重后 害怕承担责任的男人 直接开车逃离了案发现场 允正推测两人这次制造车祸的目的 就是要压断小姨的腿 获得巨额赔偿金2.4亿 之后男人在商场自杀 也是故意将车停到消防警报器下方 连车门也没上锁 就是害怕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而她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警方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从而减轻对她的处罚 整个案件秋香只有一件事是真心的 那就是一开始请求警方救小姨的时候 因为13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死亡保险 小姨一旦死亡的话 她是拿不到赔偿金的 小号拿出他们在幼儿园里看到的那幅画 画上小姨的两只脚脚颜色不同 原本允正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他们调查了保险才明白 小姨画这幅画的时候 她的脚第一次意外骨折 当时秋香也因此 意外领到了500万的赔偿金 也就是从那以后 秋香给小姨购买了各种保险 并且小姨开始频繁受伤 然而小姨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 她只知道自己很爱妈妈 只要妈妈想做的事 她都会为她去做 甚至被车撞也愿意 听到警方们说的话后 秋香这才醒悟过来抱头痛哭 这是美心从医院带回来的好消息 小姨刚刚经过紧急治疗 已经有所好转 但腿部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听到这个消息 刚刚还在痛苦的秋香 突然眼里放光 嘴角也开始上扬 因为永久性残疾 获得的赔偿金会更高 警方看到女人露出的丑恶嘴脸 顿时火冒三丈的怒吼 要让他们把赔偿金全部吐出来 并且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撕过 儿童虐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唯有众人携手 才能给孩子一片无忧无虑的天空 是第二个词 对 对